南馬都的暴風圈已經到了南臺灣了 而首當其衝的屏東縣 位在山區的原鄉部落 從今天上午就提前開始撤離 另外在屏東最南端的墾丁 由於雨勢太大造成淹水 有部分的民宿業者因此受困 消防隊還出動了怪手協助救援 過程是十分的驚險 搭著怪手受困在民宿裡的民眾 被消防人員救出來 屏東墾丁因為間歇雨勢過大 造成通往民宿的便道 水流宣洩不及 漸漸漫入民宿 業者一度受困 求助消防隊出動怪手救援 過程中還差點發生怪手甘覆 由於民宿位在滴蛙地區 民宿前的道路也淹成水路 所信業者先將遊客疏散 想趁著雨勢燒歇整理環境 沒想到反而遭水圍困 只好求助消防隊協助撤離 因為我們想說把民宿先整理一下 我們準備要出來 但是水就是太急 太快 所以我們來不及走 總共幾個人 剛剛是有 另外在山區屏東來一鄉也提前撤離村民 上午雖然雨勢還不大 但隨著南馬都颱風逐漸靠近 山區降雨逐漸增加 為了避免災害發生 屏東縣提前進行原鄉部落撤離 對 關心你們的安全 對 三等以前我們要全村要撤離 好 很好 謝謝 山公所人員愛家愛戶要求民眾撤離 陸軍第八軍團也出動漢馬車協助 部落居民收拾簡單行李 車往山下來意高中和永久屋安置 他是以來意高中為我們安置的重點 其他的是有永久屋的 我們就是讓他們到永久屋 另外還有包括霧台大午村 三地門鄉德文村 泰武鄉泰武村以及牡丹鄉高市部落 也被列入首要撤離地區 屏東縣政府預計將撤離兩千多位民眾到安置點 記得南部綜合報導